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喀蛋林 我們今天要來玩動物森友會 今天要做什麼呢? 唉 說來話長 事情是這樣的 前幾天到島上大大的家去找大大聊天 發現他從初始島民至今都還是睡在睡在上面 畢竟我是這座島的島主 還是要照顧到島民的生活品質 所以就決定今天要來挑一張好看的床布來送他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哇 我們帕蒂亞一直在奔跑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好 早安 現在幽冥島的時間是2020年6月24日 禮拜三的11點20時分 今天沒什麼特別要播報的啦 這樣說起來 結果已經過了一半囉 下半星期也不要太描 搶自己 開開心心的度過吧 那麼 就先這樣子了 哇 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非常的安逸 這樣子也是不錯啦 哇 已經過了半個星期了耶 時間好快喔 必定要做一張床喔 有這兩種床 一種是單人床 另外一種是雙人床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原木床布 這款原木床布在光雄的家裡好像有看過 這張適合大大嗎 金木床布看起來有點簡陋耶 我不太喜歡 也沒有別的選擇咧 啊 這個很好看耶 但是大大的家是偏綠色風格的 所以 那個鐵色系的家具可能不太適合 還有沒有其他床布 床布類的 這個我應該是沒材料啦 我現在在北半球根本都沒有下雨啊 不是 沒有下雪啊 口誤 沒下雪啊 不然貝殼床布也是不錯 而且貝殼床布材料也還滿簡單的 但是大大會喜歡貝殼床布嗎 我觀想一下它的裝潢 好像不太適合耶 目前看來看就覺得 這個還滿好看的 但是它能不能換顏色呢 因為這個顏色跟大大的房間有點不太大 好吧 那再來是抽鐵木床布 喔 我居然用十個鐵礦石 那我現在要來設置材料是不是 知不知道我的家裡有沒有 足夠的材料可以做那張床 我看一下我的櫃子裡面 有沒有 足夠的材料 目前木材只有十二個 等於說我們待會應該要收集了 鐵礦石倒是有二十個 太好了 欸 我的工具咧 工具是在哪個欄位 我忘記了 好 在這裡 砍個木材背 帶著我的石斧頭 是說雖然要收集木材但是 事實上我島上只剩下兩棵樹 我們可能要出島到外島上面收集木材 哇 今天下雨 陰雨綿綿對 欸 等一下 我之前就有砍一些木頭在地上嗎 喔 都沒撿起來 說不定這些撿撿就夠用了 先撿起來再做吧 然後再砍一下 二 四 三 三 這樣子應該就夠了吧 看一下 欸? 有夠嗎? 這是木材嗎? 十九個 欸 沒有 踩到不足 還差一個咧 啊 我為了一個木頭要到外島上 好好好 我們出島出島 為了大大的床 為了它的睡眠品質 每天都睡在 睡在上面 真的很可能 喔 還不錯 很幸運喔 一路倒就看到兩棵樹 來砍一下 喔唷 會空 有木材嗎?好像沒有 這兩個都是硬木材還有軟木材啊 不會吧 喔 有了 木材 你看我怎麼撿了一堆打草啊 我記得無人島門口有一個工作台吧 有 太好了 馬上就來做大大的床 材料夠了 終於 綢鐵木床布 木材 二十個 鐵礦十十個 你看大大我對你多好 做這種高級的床 而且還可以改造耶 我們可以改造成 適合大大的顏色 大大的房子是 很綠色的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可以做綠色的床 還是整個都太綠也不好 好 這樣子我們就要再去那個 豆滴滴滴的店去買那個可以改造的東西 好吧 我們回去 回島上 就是有坑 我看到祖宅的床 早安喔 整整 你要閒聊一下嗎? 這種下雨的位置讓人好想喝烏龍茶啊 蛤?烏龍茶? 啊 大家都出來了 明明是下雨 喔! 你下雨還穿睡衣出來 都不怕臉色 還是真的你的睡衣啊? 哎呀 是卡當零的啦 那我來找你聊天吧 母酷只是跟你聊聊天而已 就讓我莫名的開心起來了呢 好像沒有講什麼特別的 喔 你來見我啦 太太 那我來聊天一下吧 我今天有時候已經發現了 自己把頭盪是耳機忘在以前住處了 算了啦 航道橋頭自然級吧 太太 所以我們的太太應該是從別的島上搬過來 滿好多 啊對了 只顧著跟居民聊天都忘記要買東西了 我們要改造大大的床了 我看一下 改造工具組可能需要收集一些吧 五個應該就夠了吧 會不會五個不夠啊 好 剛才我買了改造工具組 但是我實際上是不知道這個床部到底可以蓋什麼東西 喔? 哇 這個大地的設計好像還蠻適合我們的大大欸 那就這個了 來來來 哇 終於做好了 我們馬上拿去送給大大吧 不曉得大大會有什麼反應 我好期待 欸對欸 大大還在在哪裡 我想忘記 等一下 大大 喔 在那 第一間 走走走 雖然現在島還是一片荒了 但是我已經很認真在 努力的經營這座島了 嗯 大大在家嗎 cococo 在家欸在家 太好太好了 不曉得大大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期待喔 他該不會再做第二把 這樣的話怎麼送我們東西啊 天啊 天啊 Oh my god 你看他睡在這個睡袋上 想不到吧 我竟然能做出這種東西 搞不好我其實是天才喔 你不覺得嗎 你在做什麼 嘿嘿 說不出來你一定會嚇一跳啦 我現在正在製作浴金箱的金夏箱喔 最近的時候我腦中突然閃過一道靈感 結果心裡一直放不下 所以現在就跑來製作啦 所以現在就跑來製作啦 蛤 怎麼反應那麼人蛋 你該不會已經知道怎麼製作浴金箱的金夏箱了吧 啊 那當然啦 不錯嘛 卡蛋子 真是會是我的好對手啊 這麼簡單就能做出浴金箱的金夏箱 當然會想要多教一些人怎麼做啊 既然這樣的話我就把方程式交給你 要是有人不知道 你就把方程式交給他吧 謝謝謝謝 製作你現在在做這個東西我有辦法送你 禮物嗎 還是他叫我不要吵他 所以是怎麼了嗎 欸 可以耶 可以送他東西 那我送你個東西 咦 你要送他什麼東西嗎 喔 我看你都睡在睡袋上啊 就特別做一張床鋪送給你 喔 喔 這不是 抽鐵木窗鋪嗎 謝謝啦 我還蠻喜歡這種東西的啦 下次換白色的時候為視著使用的 感覺我房間的等級又要進一步提升了呢 謝謝 如果我單方不修理的話 什麼 我送你床鋪 你送我蹲氏馬桶 好特別喔 好啦 謝謝 我也好好的使用的 好啦 先這樣子 掰掰 大大再見 哇 今天的任務圓滿的達成耶 不知道什麼時候大大才會換上那個床鋪 既然今天已經做了床鋪 那我們剩下的時間就來跟其他的村民來聊天 光雄 早啊 念念 來聊天給 你接下來打算做什麼呢 啊 我要偷偷學你念念 什麼意思 哈囉 你有什麼事情找我啊 發送回來啦 前陣子來玩的方丈是你的朋友對不對 對 聽說他是從成婚引導來的 那裡是不是很遠啊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 是不是你穿醬子是要去哪裡啊 打擾了 打擾了 喔 大吉 你在看什麼漫畫啊 嗨 開大鈴 終於來了 大概 來聊天吧 開大鈴 聽說你昨天好像在外面玩了很久耶 我也是喔 最喜歡在外面玩了 在外面玩的話 直接一下子就過囉 很神奇 大概 掰掰 看一下其他精神在不在 喔 阿邦 阿邦在家耶 太稀奇了 平常阿邦都很喜歡在外面拿著放大鏡看東西 沒想到今天在家啊 喔 有訪客 太驚訝了 我第一次在阿邦家看到有訪客 你來啦 剛好太平也來找我玩啦 關姐 來聊天吧 今天連太平都來了 熱鬧得簡直不像我家呢 這樣的感覺也不壞嘛 關姐 欸 阿邦的家裡 還蠻讓人放鬆的耶 太好了 在家阿邦的房間裡 加上我跟你的話就湊齊三個人了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成立一隻成球隊伍囉 既然決定好就馬上開始訓練吧 甚至哪裡有球啊 太好 哇 你真是太熱血了 我可不想躺這個渾水 再見 本人是一個不愛運動的懶豬 掰掰囉 好可愛喔 我幫你打招呼 喔? 安古斯不在家? 奇怪了 安古斯這個時間會去哪裡呢? 喔呦 真好駱駝欸 不然跟你買個東西好了 每次他來的時候都會忍不住想要買 有點想要買到魔法陣啊 但是我不知道魔法陣是到底是什麼尺寸 應該是小的尺寸吧 啊 你有機會呢 怎麼會呢 我看他買給我什麼 紅色訊息的地盤 遺跡墻 青苔庭園地盤 哇喔 就是沒有魔法陣的地盤 好可惜 沒關係我們再去看其他住民講話 帶我一個家 帶我一個家 看起來蠻有體感的齁 很多人都不喜歡戴薇 但是我覺得戴薇是一個蠻有品味的人 你看他過得 喔還穿我的火花的衣服耶 不錯不錯好可愛 嗨你終於來啦 YES 昨天師傅今天聰佩的在島上活動了很久了 我在六明 島上也覺得一天轉眼就過去了 簡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樣 對啊 掰掰囉 太平現在正在大吉的家玩 光熊也出去玩 剛才我有看到光熊 看他聊過天了 目前唯一沒有聊過天的就是安古斯了吧 嗯? 欸剛講到光熊 光熊在這裡 他在做什麼咧 欸你平常或許就可以看到彩虹波 然後採用很漂亮的念念 卡蛋前輩 聽說你昨天好像在外面玩很久耶 我也是喔 最喜歡在外面玩了 在外面玩的話 時間一下子就過了 很神奇的念念 這都安古斯去哪啦 欸會不會來到這裡 喔那天在排版這個時候 還覺得自己排得不好 但是今天又出來看 發現好像排得還不錯 嗯 看他來了 找到你了 喔 明明是你中 明明是在外面見面了呢 太太 我問你 聽說呢 我在Google Go 早上就要舉辦一場活動 大家都要在討論這件事喔 唉唷不曉得會是什麼內容耶 應該不需要特別準備什麼吧 我已經吐不及待了啦 太太 到底是什麼活動啊 最近島上的居民都在講 會有活動 我也很好奇是什麼活動 啊 安古斯該不會真的在服務館裡 我們進去看看吧 欸 也是有可能在圖書館裡啊 不是圖書館 商店或是服裝店 哇 富達正在睡覺 我們先不要理他 去商店街吧 安古斯會不會就在逛衣服店吧 喔 果然我猜對了 安古斯 居然真的來了這裡 我來看一下阿斯要買什麼 喔 這不是卡達林嗎 你今天打算來買什麼咧 溜溜 我來找你聊天 這裡我都包了 一輩子只有一次也好 真想說說看這種話啊溜溜 欸 安古斯今天穿的衣服還滿好看的耶 很適合你喔 太好看了 哇 今天店裡賣了什麼啊 那個是奶嘴 我剛才以為是猴子耶 遠看以為是猴子頭你知道嗎 那個奶嘴看起來像猴子的臉 啊 黑色的部分 像猴子的頭 爆炸頭那種感覺 然後我剛才看這邊這件 以為是猴子裝 原來那是奶嘴啊 真是的 這就是安古斯買的衣服吧 好好看喔 那個人型模特兒的服裝 搭配的不錯吧 大圍巾T恤 好好看喔 我就跟你穿一樣的吧 安古斯 可以直接穿嗎 不行 現場換 現場換 然後這個昨天 觀眾給我的帽子 我要 把它脫下來 好 喔 好像跟我的褲子還有鞋子不配 不太搭 不然我來買一個 他的褲子吧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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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好看喔 只擦帽子了 是不是我嘴巴咬的這朵玫瑰好像不太搭這套衣服 把它拿掉 我們再來看一下服裝店裡面有什麼東西 可以搭配這套衣服 哇 還有那麼多顏色喔 這顏色好像也不錯看 西裝外套 各種顏色 啊 不是啦 現在是要挑帽子啦 等一下 我那件西裝脫掉 剛才那套衣服很好看的說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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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看的帽子 這是什麼啊 這個也走太前面吧 我不行耶 看來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帽子 但是我帶著這個出門會不會太奇怪 哈囉 然後居民就會跟我講說 欸 你看到道路嗎 哇 多了這個配件看起來就很宇宙不同耶 奶嘴長怎樣 好 就決定啦 這樣子如何啊 還是要戴帽子會比較好 帽子真的比較好 我們來挑一件好看的帽子唄 然後剛才那個遮住眼睛的就拿掉 帽子的話 可能跟衣服的顏色差不多會比較配吧 喔 就這樣子唄 好 太好了 560塊而已 好便宜喔 哇 大豐收大豐收 我剛才逛逛之後覺得這套好像也不錯看 但是就留給下一次吧 暗古斯還在這邊逛 而且他在看著我畫的那套衣服 可能是想買吧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哇 我們很順利的幫大大換了他的床 希望他之後會把他換到他的房間 我們很順利的送給大大一張床 希望他之後會把他換到自己的房子裡面 因為聽說 還蠻期待 可以在大大的床看到我送到呢 還蠻期待 還蠻期待可以在大大的房間看到 我送給大大的那一張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日常遭遇生活系列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要是你今天有點大大的喜歡的話 小野吃鹽酥雞了時候就不會發燙了 好啦 我在騙誰啦 那大家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待會兒再次 convictions 然後再次見到我們